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收看动漫三分钟的新节目 动漫玩玩玩 本节目呢 主要是在这个暑假中 为各位小伙伴评测一下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经典动漫人物模型 其中会以模型的价格 制作水平 模型结构等方面来进行评测 今天我们要评测 模型就是这款 孤单英雄雷欧奥特曼 首先咱们先看看他在剧中的表现吧 雷欧奥特曼是云武公司制作的 奥特曼系列昭和第二期的作品之一 也是昭和系奥特曼中第一位 不是来自M78行云的奥特战士 雷欧出生于狮子座L77行云 他的名字就是这么音译过来的 寓意为狮子座的王子 在故乡被摧毁后 雷欧来到了M78行云 成为了赛文的徒弟 现任光之国宇宙警卫队总副教官 是赵和系奥特曼中的格斗之王 值得说的是 雷欧这部剧收视率很低 导致了盈利很少 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做特效 所以雷欧基本上没有光线技能 在雷欧系列剧中 整篇都是雷欧被赛文训练 后期孤军奋战肉搏怪兽的故事 和其他特色剧差别很大 所以到后来 受到了雷欧惨难成绩的影响 第二期的奥特系列也就此夭折 看完了他在剧中的表现以后 大家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很期待呢 下面咱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这个模型 首先就要说他的歪毛特征了 在雷欧的肚子上刻画着一个特殊的符号 这个符号是雷欧作为L77星云人的证明 L77星云每个人都有 其内容含义是象征个人各自的名讳 雷欧的头部长着三只肩脚 可在战斗中用于突进撞击敌人 中央的脚更具有高性能的特殊感知能力 虽然失诚于赛文 但是雷欧的胸前还是有计时器的 反而比赛文更像M78星云的人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款模型的细节吧 首先软胶模型的三开口雷欧也有 这就不说了 主要这个模型他制作有一点瑕疵 他的腿仔细看是不一样长的 然后就是他的涂装了 雷欧这款模型银色的涂装部分 相对于他的师傅赛文来说 涂得很不精准 银色的颜料涂的到处都是 并且雷欧的手镯 因为软胶模型的特点是后面不上色 所以他的手镯在后面也是没有的 除此以外 这个模型最大的优势 也是软胶模型最大优势 就是便宜 各位小伙伴们如果有什么喜欢的玩具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著名模型名称 型号 厂商 没准下一个进行评测的模型 就是你提起的